我们之前用几节课功夫简单介绍了一下代数的一样 然后我们知道数学里面除了代数以外还有几何 也就是说所谓研究形状 然后连接代数和几何的桥梁很多时候是用我分析来实现的 分析的话就是可以把无穷小这一辆推到极致 就是研究一下连续的形状的变化 可能研究一些连续的代数对象 它也是研究关系的 就是说研究一个映射和另一个映射 或者是从一个情况映射到另一个机会 它有些性质 所谓分析一开始是用来研究一个函数的 比如说最简单的 时间还有空间 然后如果我们是有一个人在沿着一个轨迹行种 比如说做一个直线运动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速度呢 就是应该是空间的变化量 出于时间的变化量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位置改变有多快 得出了这么一个数率 那如果这个人的行种是一个曲线呢 所以牛顿当时就是研究了这个例子 曲线的话应该怎么样定义速度 这个时候因为速度无时不刻不再改变 所以这个速度实际上应该是关于时间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速度我们就叫做顺时速度 我们是这样子来考虑 就是假设我们考虑一秒后这个人的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在一秒钟之内这个人的平均速度 这个平均速度呢自然就是一秒钟的位置变化量 除以一秒钟的时间变化量 这就是一个平均的速度 在一秒内的平均速度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一秒减少到更小的单位 比如说是一微秒 就是从一秒到一微秒 然后我可以再把这个搞一个序列 把这个时间间隔变得更小 变成比如说 对刚刚是一毫秒 现在是一微秒 然后再一纳秒 最后无限接近于0 这样的话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得到了一个顺时速率 在几何上看的话 就是说最后得到了这个点的切线 而这个点的切线的斜率 代表的就是这个顺时速率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就得到了一个微分的定义 微分就是一个极限来定义的 到底这个时间间隔变得无限接近于0的话 位置改变出于时间的改变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微分 我们写为 我们写为 x1p t 所以微分的话很明确 它有几何意义和物理上意义 几何意义呢 它就是这个函数在切线方上的斜率 而物理义呢 就可以认为是顺时速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再改一下 我们可以改成什么 是时间对应于速度 如果这个人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话 那这个线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常数函数 但如果是在做一个曲线运动的话 或者加速运动的话 它速度是会有改变的 然后它的导数呢 还是这个切线的斜率 但它的物理意义就不一样了 物理意义是什么 物理意义就是它的顺时加速度 在无限小的一个时间间隔内 发生的速度改变量 一个顺时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从具体的实际问题 比如说是一个物理问题中 或者几何问题中 我们把这样的计算方式 给抽取抽象出来 然后就定义这种运算为微分运算 我们要研究就是这个微分运算的性质 那微分运算里面最最简单的一系列 就是所谓的 多项式 比如说对多项式进行求导 那我们知道的话 有一些最简单的多项式求导 就是我们只考虑它其中的一项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导数是像这样的形式存在 对一个多项式求导 之后得到多项式 肯定是它的那个指数会 会减一 那它们这个东西如何从几何上来解释 很明确 如果这个是我们这个速度是 我们这个位置是随着时间线性增长的 那我们求了导之后 就得到它是一个 匀速直线运动 是 常数 所以说对它求导之后是个常数 从几何上来表示的话 就是 我们 考虑一个积分吧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 暂时没有考虑积分定 但我们现在就把它当作看一个球面积 如果是一个常数还是球面积的话 那我们知道 它最后得到的是 一个线性增长的面积 如果是一个线性增长的东西 球面积的话 那我们最后得到的 应该是个抛物线增长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如果这一块的三角形的面积 就等于底乘以高 除以2 底是什么 底就是 时间变化量 而高的话 我们现在这里面是 速度 所以说是 速度的 变化量 再除以2 那我们知道这个速度的话 我们现在是认为跟 这个时间是那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跟时间是 成正比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位置 写成 时间 成一个常数 A 所以最后得到的 就是 位置变化量 那时间变化量 平方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得到的量 是时间变化量的平方 它也就是一个 二次的曲线 所以说我们就从球面积 这个上面来可以看出 我们对于高次的 多像是球道 最后必然是把它指数减去 反之如果我们考虑微分的 逆算积分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的是什么 是把它的最高次数加上1 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了一下 基本的微分和 它的逆算积分 所以我们知道微分的几何意义呢 它就是这个函数 在这个点处的切线的斜率 而积分的几何意义呢 做微分的逆算 它几何意义是 这个函数所为出来的面积 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下 现代的观点 现代观点还是通过 点击之间的映射来描述的 就是我们映射的话 会有一些特殊的映射 因为映射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广泛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 这个集合里面每一个点 它都对应的在另一个机编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像 但是有可能 两个点映射到同一个像 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 每个点都映射到唯一的像 不同的像的话 那我们这样的映射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叫它为单射 那映射这个定义 还是 并没有排除 比如 这里面有一些点 它 不会被任何的 这个点子里面 点所映射到 也就是说 这些点它没有原像 那这些映射呢 也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如果 排除了这些情况 我们就得到一些特殊的映射 叫做满射 这满射定义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集合里面 点都有原像 就是说我内容取出一个点 那必然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点映射到它 那如果既是单射 又是满射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双射 双射就是什么 一一对应 就是 这两个集合里面的 每个点都一一对应 这很明确 因为如果是要单 如果因为是有单射这个条件的话 我必须要把不同的点映射到不同的点 但因为又有满射这个条件 那我必须就是说 这个集合里面 不存在没有原像的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是 一个点映射到这个集合里面 一个点 一个点映射到这个集合里面 一个点 并且可以反向映射 从这个点反着映射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因为它每个点都有原像 所以反着映射必然是存在的 这样也就是说 两个集合里面的点是一一对应的 或者说 两个人集合里面的点是 是有着同批的关系 嗯 然后的话就是函数 我们现在就通过 点击接映射来定理出来了 那求极限这个过程 我们也可以 嗯 相关的去定 首先我们知道 求极限比如说 X去向于A 它在实数与实数轴上 是非常好的定 为什么 因为实数轴它本身就有一个 关于距离的性质 既然是有距离 那我就可以认为是 我取一个点叫X1片 它的距离 X1片减去X 是被确定的给出了 因为这是 实数轴它自身的性质 那如果 我们让X1片到X距离 无限距禁里面 那实际上X就必然 X1片就必然无限距禁X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定义 像这样类型的极限 那我们就说明 在直数轴我们能 我们之所以能定义这样的极限 COO在实数轴上 我们有这么一个距离的性质 还拥有这个距离度量的一个空间 一个点子 我们就叫做是什么 是度量空间 所以我们知道在度量空间上 定义极限 就很简单 我们就是只需要让X到A的距离 去向于0 当然有可能是 因为我们的度量空间有可能是高维的 A在这里 那么X到A的距离 可以是从这个方向的距离过来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的距离过来 所以说我们要具体选定一个方向 从导数的意义上来说 我们就是要去找出它的梯度 梯度就是相当于一个方向感觉 或者说我们就考虑它的那个偏位分 这个X轴这个Y轴 我们如果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向于A的话 那我们是关于X的偏位分 沿着这个方向去向为 那就是沿着我关于Y的偏位分 我们接下去和具体讲一下偏位分 那现在我们就现现代的意义上 我们看到了如何去定义极限 既然有了极限 我们就可以定义导数 还是一样 定义导数 DELTA XT是屈性以0 那之所以有个DELTA T 那就是说DELTA T它有个度量 它就得让这个度量屈性以0 当然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可导函数 如果有些函数不可导的 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往前走 然后突然这个点突然掉了头 往回走了 所以我们开始当时间变大的时候 我们的位置也变大 但是自从到了这个A点之后 我往回走了 位置开始不断的缩小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让一个点X一片 它无限的靠近于点A 它可能是沿这个方向靠近 也可能是沿这个方向靠近 那这样的话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定义两个极限 第一个极限是 当X从-A大于0 并且X趋向于X-X一片-A的距离趋向于0 这种情况我们叫做是 X从正的方向趋向于A 或者是X趋向于A加 还有一种是X一片-A小于0 并且还是这个条件 它跟A的距离不断的变小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极限是 X一片趋向于A- 而我们知道 像我们刚刚的例子得出来的结果 正好是相反 也就是说 这个左极限跟右极限 差了一个负号 由于我们掉了个头 在A实现A处掉了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函数就不是连续可微的 它是连续的 但它并不是可微的 因为它的左 它这个导数 根据导数定义 它的左极限和右极限并不相等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那现在我们既然有了度量空间 我们事实上还可以把这个概念 具体再说紧一点 如果一些空间上 我们不太好定义它的度量呢 就是说距离没有办法被描述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定义极限的概念 事实上还是可以的 这就好像是如果我们存在一个连续函数 我们可能可以对这个连续函数进行一定的变形 但是极限还是不会改变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的距离给扭曲了 比如说我这种扭曲的方法是什么 把这两段都乘以都做个平方的运算 那0的平方还是0 但是这个地方的平方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把这个现象到底拱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样子 因为是平方了一下 这个时候我先得到这个函数也是连续 但它距离跟之前不一样了 距离度量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我们说是让X趋向A 这个时候不需要距离度量 我也知道我还是只有在这两个方向趋向A点 所以说度量事实上并不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把度量那个东西拿掉 最后得到的是只考虑这个连续性 点击之间的连续性 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个拓扑空间 像我们继续我们刚刚的例子 比如说还是我们这这么一个函数吧 因为拓扑空间就是从原理上来 就是从定义上来说其实不太容易懂 那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考虑在X轴上这些 在T轴上这些时间 它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 就是说A我们连着是A-1 然后再连着A-2 我们假设它是离散的 A加上1再连着A加上2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的距离给扭曲掉 我可以定义A跟A-1之间距离不再是1 还是多少 还是一个函数 关于A的函数 这样的话这个度量空间的度量的意义就改变了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考虑的是X去向A 这个极限的意义是不变的 还是必须要要不沿着这个轴 轴的这边往A就放在移动 要不沿着轴的那边往A就放在移动 不管你这个度量是怎么定义 只要你这个A-A-1 A-A-2的这个序列 序列的顺序不改变 它的距离是无所谓的 所以我们现在总需要只是一个序列的顺序 而这种序列顺序呢 它就是一种拓扑性质 这种拓扑性质是拓扑空间里唯一需要的 而距离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拓扑空间相当于是度量空间进一步抽象化和泛化 那我们再回到具体例子上来考虑 我们之前研究的是一个一围一圆函数的求导 就是我们求出它的切线的方向 然后我们说到了那个左极限和右极限 它可能不相等 那就可能是不可微的 但是前提是可微的前提条件必然是连续 就连续才有可能可微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连续是一个拓扑性质 它是最最基本的 然后在连续基础上我们再考虑它具体的微分性质 而如果你要考虑微分性质的话 你必须要回到有度量的情况 因为你最后描述的 x的变化量和t的变化量 它都是一个相当于是距离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把这个函数进行任意的距离改变 扭曲一下 像刚刚那种情况扭曲成这样的话 那你这个导数量也改变了 所以度量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是得不到唯一的导数的 所以度量又是求导的必须必要条件 先有拓扑然后再度量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一个高维空间呢 我们就要考虑到多元微继分的内容 多元微继分的话就是说明了 一个比如说一个曲面在这个空间中如何 是有如何如何的性质 这个我们还是用了一个几何例子来描述 如果要描述这个几何例子 我们还是要用微继分的方法 就是考虑它在一个点处 它的一个切平面 切平面呢它是个二维平面 所以你不能说它的方向是怎么样 不像我们有根有根切线 我就立马就知道它的方向是什么 比如斜律 而这个切平面 我们必须要有两个导数去描述它 一个就是沿着X方向的斜律 还有一个是沿着Y方向的斜律 所以我们现在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偏导数 这个就是沿着X方向斜律 它具体定义的是说还是一个球极限 但是这回是什么 X我现在是让X点A 现在是X趋向A 而Y不变 所以我比如说是X是A Y是B 所以我现在的定义是什么 X趋向A 然后X-A 然后Z X Y的话是B-去C A B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这里有个点叫做AB 它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就是沿着X方向 稍微去平移一下这个点 把这个点移到这个位置 它然后它就在曲线上 产生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就在这个曲面上 沿着X这个方向平移 所以它得到的新的一个高度 是一个CXB 它原来的高度是C 在AB这个点处的Z 然后它处理在X方向的移动 最后得到的就是 Z 关于X的偏导数 最后Z关于Y的偏导数 就是沿着这个方向 它的一个斜率 也是这样子的极限来定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另一多元的函数 我们可以有XNXN个元 然后定义它关于XI的偏导数 这样的话我们有多少个偏导数 有N的偏导数 而这N的偏导数 就可以描述这个高维N维空间的 切平面的性质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积分学 积分学我们刚刚就说了 它就是微分的利益上非常简单 然后几何意义上来看 它无非就是一个面积对不对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考虑速度这个概念 速度 如果我们的速度是变化的 选时间变化的 如何去求解 过了A分钟之后 我们使过的路程 那我们就只需要求这块面积 对不对 因为最简单的情况是我们可以把 因为一个考虑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曲线 分成一个小块 小方形 然后每个小方形呢 它都是有一个速度 比如说我是VI 是VI 然后这个每一个小方形 它的宽度是delta t 也就是说我是 比如说我如果是最后总共是行驶了一分钟 然后我们考虑每一个秒钟 它的速度是很定的 那delta t就是一秒钟 然后di秒钟的话 它的速度是vi 所以我最后就是说 用di秒钟的速度 乘以di秒钟的一秒钟的时间间隔 就得到di秒钟 它行驶过的路程 对不对 速度 一个恒定的速度 你乘以它的时间间隔 你就得到路程 因为我认为假设 这个di秒钟里面 我们是在做 匀速直线运动 所以很明确的 根据这个速度和那个距离的关系 立马就得到这个时间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求和 就把i 就等于第一秒钟到第六十秒钟求和求起来 然后如果我们取一个极限 就是说 然后我们让时间间隔 无限去向于零 我们是一秒钟的间隔 然后变成一微一秒的间隔 再一毫秒间隔 变成一微一秒间隔 再变成一那秒间隔 去向于最后无限小的一个时间间隔 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积分 零到a a就是一分钟 得到这么一个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呢 就是最后我们在这 a分钟或者a如果等于1的话 就一分钟内我们真正使过的距离 所以积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 就是它的物理性质 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它速度 不与非云数的速度改变的话 我们如何去求解它积极时过的距离 在几颗影响上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曲线性质的话 我们如何去求解它所为出来的面积 而我们刚愿的方法 就相当于是物理动效微圆法的方法 就是把一个有限的线段切成无穷小分 无穷多的无穷小分 然后对每一个无穷小球结它的面积 然后最后再加起来 而这样的方法呢 就叫做黎曼积分 黎曼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相应 因为至少是近现代数学史上最伟大的相应数学压之一 前面两个是欧拉和高斯 而黎曼的话它的功线非常朴素 当然黎曼积分的话 好像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 它主要的牛逼的地方是在它做了黎曼几何 还有是在负变函数 就是在负 关于负分析方面 负数的负率的分析方面做功线 还有就是它的数润方面做功线 它相当于把这些东西都联系起来了 比如说它在数润方面 它就是研究数数的分布定义 然后最后它发现可以归纳到一个 θ函数的性质上 θ函数它就是一个负变函数 也就是说它的自变量应变量都是负数 而θ函数的根的分布呢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叫做黎曼猜想猜想 到目前还没有被证明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黎曼积分 然后我们现在要具体来考虑的是什么 是如何把它给现代化 我们知道积分这个方法告诉我们面积 但事实上面积是那么好定义的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这一根曲线呢 而只是一些点击呢 也就是说我们考虑一个单纯只是点击的空间 如何去定义面积 我们现在面积可能是具体这里面围一块 那里围一块 一些小块围起来的 这面积的话就不像你现在用积分的那么直观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定义这个积分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把面积当做了一个叫什么 叫做测度来考虑 而测度跟度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度量是一种从一个点 比如说我这个点击叫m点击 两个m两个在m中的点 我变出了一个比如说在实数预上的 在一个实数 这个实数呢就是要说距离 一般来说这个实数是非负的 因为距离一般非负 这个叫做一个度量 而测度呢不一样 测度是什么 测度是说我有一个点击 是m中的一个点击 然后我给这个点击一个非负的数 所以它不是一个点 不是两个点 而是一个点击 所以说u它做了一个点击 它是在整个空间m的一个子击 所以说测度就是描述一个面积 可以说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呢 那测度可以是描述一个体积 比如说球 一个单位球形里面 球体里面 所有的点 构成了这个点 这个子击u 然后测 通过测度 我们知道这个单位球体 它的子击u 它的体积 或者多少 然后我们要定义测度的话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击数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它把子击映射到一个时数 但是必须要满足 如果有两个子击 我们分别把它映射到时数 并且这两个子击是不相交的 那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两个子击分别的测度之和 这个就在几分上非常好理解 我们如果求解这三块区域的面积 如果我们无非就是把这块面积的测度给存出来 这块面积存出来 这块面积存出来 然后加在一块就行了 如果它不能够加在一块 那就说明这个击数它并不能成为一个测度 所以这个测度就是 说明C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概念 它直接定义了下面积体积这些概念 因为我们用的一般就是叫做乐配合测度 勒贝格测度 然后勒贝格测度的话 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时数轴的话 它的 如果有一个线段A到B的话 那它勒贝格测度自然就是B-A 但是如果我们只把 时数轴里面的所有的 无理数给取出来 我们知道无理数也是无线 非常稠密的分布在A到B这个区域上 但它勒贝格测度就只有B 也就是说这些无理数 根本不占有任何的 长度 或者如果在二维空间不占有任何的面积 关于测度论的话 你可以衍生到应用方面 就是概率 这是一个十分新非常重要的应用 概率论 就是这个测度 如果它里面的点击是一些什么 是一些事件 event 那你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测度当作是概率 只要它满足它对于所有事件的 它对于所有事件的概率为一就行了 就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是我们从警惑上来考虑 因为警惑上比较方便直观嘛 那如果我们是小明他考试分数在介于0到100之间 小红他考试分数也介于0到100之间 那我们可以考虑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是一个 joint probability joint的概率 就是小明和小红 他分别 考试成绩在90分以上 的概率是多少 就可以问这种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的测度是什么 测度就是求解在这么一个集合 集合里面的那一块自己的面积 当然要保证是什么 保证就是说 它对这么一块的面积是1 就是所有可能性 它加起来的话 那它概率只能是1嘛 所以说这块 整个区域它的测度比来是1 但是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小明高于90分和小红高于90分的那块区域找出来 就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的测度是多少 就相当于 它们两个人分数都高于90分的概率是多少 当然这里面的测度就不再是那边一个测度了 而是概率测度 这概率测度的话是 那也可以多变的 只要它满足就是加起来等于1的测度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说小明它肯定是190分以上 小红它190分以下 那这样的话这个概率还是0 那这样的话这个概率还是0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权重都集中在了这块区域 然后我们要考虑这块区域 它的测度就只能是0了 所以概率它就是这么样一个测度 特殊测度 因为它对全局的测度 全局的测度为一 那么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股票 股票的话就不太一样了 股票的话它就是很复杂 它是随时时间进行连续的波动 我当然画得比较夸张一点 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的波动 上涨然后下跌上涨下跌 我们可以是认为它是在时间上是连续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要考虑它的概率的话 我们必须在这个连续的上面 取无数多点 然后构成一个无穷违的空间 然后考虑它的概率 所以就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对于随机过程的话 我们是如下定义 比如说这个股票水平过程 我们叫X 它是一个映射 它是什么 就是从时间轴和所有的事件 映射到一个时数上 当然如果股票价格不能为负 那它就要必然是一个最负的时数 那现在的话 这个是时间轴 还有这个所有事件 事件的话可能可以说是 比如说 今天我们出台利好消息 明天我们出台一个利空的消息 比如说最简单的 只有两个时间 利好和利空 然后我们是如果在一句一定的时间内 它是一定的时间上 它利好的话 那它股票就会是多少点 比如说是1000点 如果是利空的话 股票是800点 假设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定义出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它可能是比如说在1800点上跳变 就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之所以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是因为我们只考虑两种状态 这个状态空间 实际上状态空间可以是一个无穷 是有无穷多元素的 一个连续的空间 所以这就是一个随机过程的定义了 它是把时间乘上事件 映升到了一个时数上 而这个时候呢 它那个测度 就是针对这个东西的测度 这样看上去似乎就很复杂了 它是对一个直击空间来定义的测度 但是具体直观上来说也很明确 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所有的股票走势的组合 所以就所有股票走势的集合 就是这个集合 然后我们就考虑股票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 它一个子级 它的概率是有多少 所以就所有股票这些pass 这些路径的总和 就是这个全集 也就是这个直击空间 然后我们去里面子级 考虑它的概率 那测度里面有意思一个点 就是是不是可测性 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集合是不可测的 出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分球定义的东西 它描述了一些特别怪异的点击 这些点击是怎么样 这些点击它的测度是一个单位球的测度 但是我可以把这些点击映射成别的一些点击 它这些点击的话它测出来有五个单位球的体积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点击 发点击设计的非常诡异的话 它的那个测度是没有办法被唯一的确定下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考虑一些特定的点击 这些特定点击就叫做可测集 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都是可测集的例子 这些点击的测度是可以被唯一确定的 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分析的简介